这颗三角风在我手里种了一年半左右 其中修剪过三次 今天要把长的枝条剪掉 修剪出一个大体的造型 希望再过两个月叶子能够变红 三角风的生长速度也很快 两个月左右 雨线就陷入了枝条 风树内的喷颈 要经常喷洒沙虫药 尤其在夏天的夜晚 会有小虫来吃嫩叶 这一盆就是在雨季 没有喷沙虫药 很多叶片都已经长缺了 为了让红叶以后的盆景更好看 我把不完整的叶片和比较大的叶片都剪掉了 去年冬天 这盆三角风的叶子没有红 可能是昆明市区温度不够低 或者是修剪的时间太晚的原因吧 一般在昆明郊区的风树 也要到11月以后才会变色 希望有中国风树的朋友 可以在留言区 分享一下风树的秋季养护 和你们当地的变色时间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二月份高压防止下来的一个侧枝 现在已经成活 今天修剪一下换个盆 顺便看看根系的生长情况 整个根系生长还算不错 可惜有一个面没有长根 预想的八方根留下了点遗憾 不知道像这样的情况 还能不能继续长出根来 这一次换盆用的是赤鱼土 赤鱼土对生根也会有着很大的帮助 因为赤鱼土干的比较快 直接铺青苔饱水 青苔不容易活 铺了一点细沙土在赤鱼土的表面 再铺上青苔 花王盆做了简单的修剪流枝 之前是一个枝 现在变成一棵树 虽然枝条现在还不够饱满 但铺树生长快 预计两年就可以基本成型 高压防止成活力高 高压过程中根部会长出很多 容易得到好的根盘 对于一些脑子 可以防止出很多苍老的小棚井 有机会你也可以试一试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